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位专家老师分别与女嘉宾搭档 作为女嘉宾的爱情辅导员 向男嘉宾推荐自己所负责的女嘉宾 在节目开始之前 三位专家老师分别对女嘉宾进行了解 了解过后女嘉宾进行挑选 选择所忠于的专家老师作为自己的爱情辅导员 大姐的我们这三位可能谁会跟您沟通起来更顺畅 或者说跟您更有更多的语言 您可以选我 我们也要PK的 然后会跟一号大姐 跟一段交流 所以我还挺想争取一下 一号大姐选我选我 对不起我选马老师吧 谢谢你啊 马脸上 幸亏我们就选马老师老上节目 所以我就慢慢特别熟 对不起 他有经验 对对对 所以同时选两位专家 我们同时选一个 好 二位 一号大姐 马老师 那这样吧 马老师 那我就选这个女士吧 因为什么我觉得这样不太好啊 可以 我可以选吗 可以 可以选 我选施刚老师 谢谢 经过一番交流 最终张莉莉选择与石渝老师组称一对 从春明女士与马尖老师组称一对 窦修兰女士与施刚老师组称一对 他们在今天的节目中 会有怎样的精彩表现呢 观众朋友 我们选择的微信公众平台已经开通了 您可以通过手机扫一扫的功能 来关注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每天我们都有新的信息 一向您公布 敬请您的关注 首先登场的是一号男嘉宾 掌声有请 您好 先生 主持人好 观众这么热心啊 马尖老师好 十一老师好 这么高的欢呼声呢 观众大家好 我就必须问一下这半间全是哦 谢谢啊 谢谢观众啊 我得采访一下 你们亲友团 我是这位男士的大嫂 你是我两个嫂子 大嫂和二嫂 这是二嫂 二嫂 哎呦嫂子们都来了 我必须要来啊 我们这小叔子这么优秀 一定要让她找到她的幸福 哥呢 腰不好 来不了 太两位女士来了 哥哥的 哎 关系她们都出得不错 我们嫂子说话应该分量是应该 哎 两位嫂子我问一下 刚才我听到欢呼声 可不仅仅是你们两位 很多女士的哦哦的声音 你们注意到身边谁的声音最大了吗 后边这位大姐 你也欢呼来着 是吗 我看着了 那这位先生您认识吗 就是刚才就听到一点点的介绍 因为这亲吻团介绍一下 我觉得太优秀太好了 所以欢呼声特别高 对对对 没关系咱慢慢聊点 待会儿我肯定要支持她的 平常生活中是不是 就是也算是一个人气比较高的人啊 加了外的就一个人缘好 为什么就有那么好的人缘 你总结一下 就人家好人家就对就对你好 相亲比心啊 对 相亲比心 现在是退休了吗 我都 等一下 先猜一下年龄 来帮我推下咱们即将上场 下一位女士的话头 刚才先生一上场 场上这个很多人在欢呼 您是不是也觉得 哎 这位先生一上场眼前一亮 嗯 挺好的 挺优秀的 猜一下这位先生年龄 大概也是五十五十二三 五十二三岁 嗯 童女士你好 你好 先生给您留下第一印象是什么 嗯 高大帅 哎 你们四位女士 在这个另外一个观察室里边 看到先生上场 有没有像现场一样欢呼 哎呀 先生不错 有吗 有 也有啊 我们主要是这个小屋子不敢欢呼 一欢呼就爆棚了 童女士 您猜一下先生的年龄 看先生的这个外形也就五十左右 五十岁 对 先生的实际情况 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了解一下一号先生 一号男嘉宾 木桂毅 五十八岁 北京人 黎毅 北京六建集团干部退休 有独立厨房 啊 五十八不像 因为我知道您的这个现在的生活状况 已经退休了 对 所以我一看到您本人一上场 这不像一个退休的样啊 像施老师那个年龄段呢 对不起啊 你为啥不说像马尔子那个年龄段呢 我已经在建筑业干了三十七八年了嘛 这什么时候退休的呀 就是前不久 退休之后现在主要做些什么呢 旅旅游 健健身 业余时间的最近股市不是比较不错吗 有时候也看看股票 刚才我们这个录像之前 我们几开讨论 说最近股市这样的行情啊 有没有在炒股 然后我就说我属于特别胆小的 就没敢进股市 您呢 控制不好 最好就别参与 我觉得是要是参与的话 就要放平心态 是吧 这个股市呢 有赚就有赔 目前这个时间段呢 我觉得国家政策各方面 就是形势啊 挺好的 就是不是牛市吗 因为我九四年开始呢 就是参与这个事 二十年了 反正一边工作 一边用一些时间 就琢磨这个事 那总体算下来 您这是赚了呢 还是赔了呢 这个一年应该是收获挺好的 大概百分之多少的收益呢 百分之一百五到两百吧 差不多 天呀 那就是我们投一万块钱的话 现在就两万 投十万的话二十万 是这样 对 反正这段时间的 对这方面的分析研究判断 我觉得我做的挺好的 其实我觉得来讲 不是特别正常 我觉得 跟那个经济形势 不太搭调 假如说你收益率这么高 因为百分之一百五左右的话 然后肯定有人跑过去 给你打探小道消息 说穆哥 你告诉我一只股票呗 然后我最近也在投呢 你看你赶快给我透露点消息 我也想买 那你会怎么回答他 你会告诉他吗 比较慎重嘛 因为以前最早的时候 就是九几年吧 刚进股市的时候 也走过弯落 你知道 就下边我嫂子 我给她们操作过股票 那个时候开始赚了 赚了不知道跑 你知道吧 最后赚完了之后 又赔回去了 给嫂子赔了 对 而且还贴得多 经验不足嘛 是吧 我也问一下 我们女嘉宾 张女士 您炒股吗 原来炒 这次没炒 这次踏空了 如果说在现在 这个股市已经到 这么高的点位了 我建议啊 反正是没炒的 就别炒了 现在已经有风险了 就是现在陆陆续续的 在减汤 准备就是 减完了之后 就是好好玩玩了 我之前就一直是 也是业余时间做股票 但是现在就没 这次就没敢 没敢入走 六件集团 主要是从事 哪方面的工作 最早我金六件 是油气工 然后后来 就是搞管理 打改机 搞管理工作 有将近三十年吧 工作一直很顺利的吗 我这容易感挺强的 干什么就应该 做到最好 刚一去是学徒工嘛 就是每年的我们单位呢 以及上级单位 都组织那个 轻工技术比武 我这一学徒工 跟一帮二级工 三级工 在一块比武 连着几年 都能拿第一名 后来就是领导觉得 你还行 就是让我带了一支 青年图计队 二三十人的小青年 这青年图计队 是都最优秀的青年们 在一起吗 不是 这里边有各种各样的 青年都有 而且我们单位领导呢 把好多那个当时单位 一些后进的 不太经管的 大概只有这么四五个 也都弄到我这个 青年图计队里来了 你知道吗 怎么后进了他们 从家里边出来说 说是上班了 实际上根本都没到单位 背着他爸他妈 是吧 就是社会上就 玩去了 玩不光是玩 就惹事呢 什么打架呀 他们的领导 说的两句都敢骂领导 都敢打领导的 就那种 那您管得了吗 就是分到我这 不有几个落后的吗 落后的我就想呢 就在这几个里边 就是先找那个 最挑逼的 他是经常上班的 就是出来了 但实际上就没上班 就社会上混去了 然后他爸他妈的 就特别着急 在单位也是 因为他魂嘛 也没人敢惹他 你知道吗 动不动就打 那这怎么管呀 大概就有连着两三个月吧 我去他家去接的 下班然后我给他送回 接送的都是小学生 然后他父母呢 特别感激我 因为他混到什么程度啊 连他父母都敢打 都敢骂 就这么个人 你知道吗 到最后反正就是 学的不但能学技术啊 就是能跟上套了 然后在家里边 已经孝敬父母了 然后父母呢 就特别感激我 一到那个逢天过节 去把你师父叫来 做点好吃好喝的 就每次都忘不了我 真不错的 人品不错 这样的人就比较有爱心 就是等于我这个 二三十人的 青天独奇队 反正最后就是 连累好几年 就平为北京市 有一个青天独奇队 您个人也应该有荣誉吧 84年吧 被平为北京市 劳勿模范 劳勿模过去都这样 那平干呢 实干 我是张莉莉女士的 情感辅导员 我对穆先生的一个印象 就我刚才插了一句 就是我给你出了一个小问题 我说这个人特别好事 然后非得让你推销股票 你会怎么样 我觉得穆先生特别智慧地 用一个方式来 侧面地回绝了我 他也没有直接说 我不能给你推荐 否则有风险或怎么样 他直接举了一个例子 就把我嘴上 他上来就说 我给我嫂子炒股 赔了一塌糊涂 然后你就看吧 你看你还想问我吗 所以我觉得真的太聪明了 所以我觉得啊 真的先生 接下来这位女士 我觉得她身上有一个特点 可能会跟您身上的 某一个特点 真的是非常相符 她是一个 可能在很多人眼中 她应该是一个女强人 但是事实上 不懂她的人 认为她是女强人 但是如果你懂她的人 你会认为 她是一个能力很强的女士 不妨你期待一下 我对妈呀 这这这这史语 上来就拉广告去 真的吗 优秀 这个史老师还是挺懂我的 接下来的上场 就是石屿老师 所推荐的张丽丽女士 掌声有请 你好 主持人好 你好 你好 主持人好 张丽丽 53岁 北京人 离异 自营机械设备公司 有独立住房 您对她的印象怎么样 有责任心 有爱心 并且我觉得 最主要的 她有一个好的人品 我就是说 对这个人品 我非常的 看重 对看重 像我们做任何事情 如果要是没有一个好的人品 真的 没法做的 你觉得女婿对您的这个 算是表扬吧 进表扬了 进表扬了 您听着心里舒服吗 舒服 我们先来做一个情景模拟 让彼此熟悉一下对方 情景模拟 张女士与穆先生为一对夫妻 一天张女士出差回家后 发现丈夫因肠胃炎 刚从医院回家 此时出差多天 没有照顾到丈夫的张女士 需要在语言和行动上做出反应 来安抚丈夫的情绪 先生请坐 您生病了得坐着 肠胃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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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出差 这几天不再辛苦你了 现在身体好了吗 好多了 吃药了没有 吃了 到医院看病了 看了刚回来 你想吃什么 我给你做 现在不想吃什么 那我就给你做一点 做一点那个拌的素的 你们好客气 这人的最爱目经理 在家里 他亲爱的 哎呀我出去了 你病了不好意思 赶紧吧 你撒娇 将来过日 很有可能会出现 双方有矛盾的时候 这个时候双方应该怎么去处理 七年过后 开门 哎呀回来了宝贝 哎呀 这哪叫七年之后 这像十天之后 还在音乐机那时候 七年吧 七年就有感情了 对 先生顿时也不可能了 顿时病 你顿时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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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顿时病怎么样 好点没有 好多了 好多了 想吃什么 我给你做 热摊面吧 热摊面 好没问题 那你好好休息 你在这儿坐的 你别动 我去 好吧 好好好 老婆辛苦了 哎 不辛苦应该的 先生 我想方让您 这个刁难一下女士 您这两方 不是 我觉得我们俩 大概都是通听打理的人 所以都不会出现 刁难的问题 这也说明 他本身的人品 各方面都非常好 他就不是那种那个 埋怨人的人 埋怨人 他就是说 时时刻替别人着想 但是刚才先生张口宝贝 闭口老婆 是吧 你不是要做 这让亲友谈得 非常的吃惊 我觉得我这兄弟 能说出这种话了 我都很意外 在家没有培训吧 没有没有没有 大嫂嫂给他培训 这我不觉得 可能他还觉得 对这个女士肯定是 心动了 心动了 对 我觉得真的挺好的 借着请你模拟的这机会 赶紧叫个什么宝贝啊 没准备 身后中也不是这样 女士刚才在这轮 这个过程当中 你对先生印象怎么样 确实不错 先生呢 对女士的感觉 挺好的 不好也不会叫宝贝啊 不是 那马老师说的 都已经过了 都已经夫妻了 七年都是老婆子 过打个石胶鼠 都这样了 能过七年 就应该磨合得很好 这男士表现得 非常自然的 就是感觉好像 就是上过几次节目 那种感觉 接下来呢 我们将通过 大屏幕上的题目 来让彼此双方 了解一下对方 请看大屏幕 先生呢 可以从当中选择一项 您最感兴趣的问题 来向张莉莉女士提问 现在的生活状态 我有一个儿子 儿子今年是28了 现在在澳大利亚 已经移民了 家里边去 没什么负担 我比较双重性格 跟大家一块出去玩啊 玩美了 玩嗨了 就是说大家也是 特别高兴 特热闹 静呢 我也是一天 有的时候 把自己关家里三天 摸一杯咖啡 然后就是躺在沙发上 看书看年事 就这样关三天 也不出去 你是现在的生活状态 是还在工作吗 也在工作 因为我自己的公司嘛 所以有事呢就做 没事呢也就是玩啊 那先生生活状态 刚才简单介绍了一下 我的生活状态 如果说是 最近不看股票的话 我就是以旅游为主 就爱我 咱们国家31个省市吧 就是西藏没去过了 准备去西藏吗 录完这个节目 过两天就准备 自驾游去西藏 和谁一起去呢 和几个男朋友 多闷呀 不是还没找着玩 那玩肯定是 我也愿意带一个 女朋友 女士喜欢旅行吗 我也喜欢 我自己开车都跑过西宁 两千多公里 退休了 一起可以同伴去玩啊 到哪是吧 每天可以乘双除队 出路进进 它更好 接下来在复典当中 先生请选择一项 性取爱好吗 基本上什么打球啊 唱歌啊 那个跳舞啊 基本全会 先生刚才说 也喜欢唱歌是吗 就是有的时候 跟朋友一块去唱歌 我特别希望 你妈妈会合作一首 简单的上一首的演员 是雾的月亮 升上了天空游 归身末旁边 没有云台 如果没有天上的云 不害自己开 因为我们经常去歌唱嘛 玩唱法 就是说随意的那种唱 你要说唱多好 就谈不上 你心上的仁儿 就会跑过来 哎呦 刚才两位在唱歌的时候 一含下早的使劲 提示女士歌词 我觉得真的挺好的 这个女士我觉得 我觉得挺好的 刚才跟这个女士的嘉宾 也都沟通了一下 我觉得还不错 这位是女士的亲户团啊 对对对 我觉得还挺好的 两位亲户团都觉得 二位的匹配度不错 这即将上场的二号女士 也很优秀 也有自己的特点 丛女士和张女士呢 有相似的地方 就是人都非常大方 同样都是很能干的人 唯一的不同是 丛女士 她家居住的那个环境 是许多人所向往的 所以您期待吗 喂 穆先生 您这带头鼓掌 是什么意思呀 就是欢迎二号女嘉宾上场 我刚才一直看着您 和咱这个张女士合作啊 做互动游戏的时候 这眼睛都放着光 这如果从女士上场之后 夏马老师说的 和张女士什么都差不多 都很优秀 还有其他的优势 您这目光会不会转移了呀 看着我放光了呀 看着来了 现在还放光呢 刚才跟我说话 那眼睛都无神 你跟张女士在一起 看见漂亮女士都放光 哎呦 这什么 跟我也一个爱好 爱美的新人 听手之 对吧 说明我们都是大老爷们 接下来上场的是 从女士 来我们掌声 有请 你好 也很漂亮 你好 好 接下来呢 从女士 您将用一分钟的时间 做自我介绍 自我推荐环节 女嘉宾上场后 进行一分钟的自我推荐 在女嘉宾推荐过后 男嘉宾从场上的两位女士当中 选择一位留在场上继续交流 而为被选择的女嘉宾 则回到观察室当中 等待下一位男嘉宾的登场 各位老师 各位嘉宾 钟吴好 我叫崇春梅 来自秦皇岛 我现在目前的状态 是退休状态 因为之前 我是一直在做餐饮生意 就二十多年 现在是享受 非常清熟悠闲的生活 我本人呢 是一个很心地善良 比较能干吧 因为从我女儿考大学 到我的生意 都是我一个人在打理 我的爱好就是 不去旅游 我想我的性格和男嘉宾 比较相似 热爱生活 积极向上 两位女士都非常优秀 都非常漂亮 而且也有类似的经商的经历 接下来呢 您将从两位女士当中 选择一位 留在场上 和您继续交流 而另外一位 将离开现场 郝先生 您现在有一个机会啊 在您犹豫不定选择之前 您可以 一 向场外亲友团求助 二 现场的三位老师 其中两位 是我们女嘉宾的情感辅导员 您是想向专家求助 还是场下亲友团 向专家求助 我们看到从女士呢 跟张女士 的确是势均力敌 两人有各自的优势 从女士呢 也是做了那么多年 在餐饮方面呢 还是非常有成绩的 所以在从女士上场之前 我就问 穆娜哥 两个人的区别呢 就是他们家那边 风景性美 咱吃海鲜很方便 哎 生活化非常接地气 另外一点呢 家里是个女儿 现在也都大了 应该是 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负担呢 您二位 更匹配的是 比如说 您也是个旅游 更喜欢那种运动 而您可能更喜欢 唯美的运动 这个要跟男士要搭的话 我认为从女士 恐怕是 两个人往外走的时候 会显得更合 我还有一个细节 想跟先生再强调一下 我的这位搭档 然后他有一个问题啊 是他的孩子 现在是在澳洲 然后为什么他没有跟过去 一方面是 他有一个企业 现在在北京 另外一个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他的家人 父亲母亲在北京 而且身体还都很好 我觉得从这一点上考虑 这位女士能力很强 另外一个还很有孝心 所以我认为 在一个择偶方面 这一点也是真的 非常重要的 考虑一下 另外一个呢 我相信您不必像 更多的朋友说的 父亲不在北京 什么老宝吧 乱七八糟那些 人家早就挣出来了 用着您考虑 您退休金一月两千块钱 大姐说了 一年不就两万多块钱吗 行 我先拿五十年的 从两位非常优秀女具当中呢 您将选择一位 留在场上 而另外一位 离开现场 您想选择谁 谢谢 你也很没事 谢谢 好 非常感谢总女生 先休息一下 好吧 一会儿等待 所有二号先生的碰面 好吧 谢谢你啊 女士离场后 作为她的爱情辅导员 马建老师 也跟随从女士 来到演播室后台 对她进行爱情辅导 刚才上场这个环节 您自己可能也感觉到 比较紧张 非常紧张 所以说话呢 调理性力简不足 因为张女士相比来讲呢 她比较淡定一些 这样她行动对照 就会感觉我们的状态 没有发挥到极致 所以如果我们下次 再上场的时候呢 因为已经有了 这一次这样的体会了 下次就已经可能清楚 经过专家老师的辅导后 佟女士在接下来 和男嘉宾的碰面 会如何表现呢 佟女士一上场 我都觉得很难抉择 您是怎么做的 这个决定啊 就是演员吧 演员 张女士这样的感情 让您觉得更像是情侣 或者像是两口子 有接近的地方 我觉得石瑜老师那句话 是不是让您有所触动 就是女士的为了父母 在北京 这孝顺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品 对对 因为我也有父母 我也很孝顺 父母健在 这儿不远行 陪着父母在身边 所以更大动名的是张丽丽女士 对对 她们俩好像是共同爱好什么的 比较接近 接下来呢 我们将深度了解一下对方 这是第二轮了 您依然选择张女士留在场上 我们来做一个互动游戏 游戏分成两队来进行竞赛 男女嘉宾为一组 专家老师为一组 其中每个团队成员 需各吃一只筷子 与搭档合作 夹起地上的乒乓球 并运送到指定地点 在三分钟的规定时间内 运完最快的队伍获胜 输的队伍要接受惩罚 关键人还走的时候 还起 咱们还是站起来吧 蹲着还在起 又干嘛 好你们两个 颜色不快了吗 准备好了吗 来 开始 别着急 还是在家是吧 你们放弃了 继续走 是老是作弊 你这手握了两个筷子 不算 没有握两个筷子 你握了两块子 一手只能一个筷子 好 好 还是像下山 好的规律 好 走 好 加油 加油 其实要说起来不是特别难 你要是说就是平时中两个好朋友 或者说同学什么的 你就很自然的就 所以应该很好过去 靠着你的手机 我得看是老师给我犯规 当老师是太聪明了 绝对没有犯规 你们的研究方法 你们已经结束了 我给知道 我觉得就一个秘诀 就俩手得靠一块 其实刚才这个游戏 我觉得是老师 你得给我们总结一下 怎么就会胜利啊 加这个东西 它两根筷子如果要是稳住就好 那两个手一接触 只要一稳住就行了 你两个手只要碰到一起 它就不会来会晃 为什么不愿意挨在一块呢 太生了 做完这个游戏之后熟点了没有 熟点了 但是既然你们输了还要接受惩罚 但我觉得这个惩罚对你们来说是好事 因为能让你们更熟一点 来请上指压板 惩罚环节 比赛过程中输的队伍 男女双方分别站在指压板的两侧 相向而行 在脚步落在外面地板山的情况下 走到自己对面的位置 走完一个来回 则惩罚完成 中间不有花吗 应该从我一半通过 只要用一半 到右边就算犯规 你这个花为鉴 都在那一半通过 你那男的老提高啊 我发现你现在特乐意 学会了吧 来一半开始 不能过线啊 先生您已经快 先生过线了啊 过了没快 脚一定不能过花啊 先生过线了 没过 回家 回家头来 你是叫下去了 叫下去了 你看我这处理吃得多好 先生不能过线啊 刚才您又过 又过了 又准备过了 对对 我给你帮我 哎呦 先手过去了 不过 你要这样过去了 先手过去了 再来 太窄了 小波 我干干的哈 坐着游艺 挺有意思的 要不要一会儿 你蹲下我迈过去 你就踩我脚步点 好 这样啊 先手过去了 坐了 坐了 好好好 还没掉下去啊 这回 你试着还一优回来了 哎呦不容易 好 继续完成了 这男的都是新搞的吧 对 说老师这八名创造好啊 先生小不能过线啊 不过 哎呦 掌声鼓励一下 感觉这阵游戏怎么样 我原来看过没有这样一边的啊 前几期我看就是飞着过去了 所以您特别希望你能飞一下 我太重了 还飞不动 但是刚才这个游戏两位真的 其实最后配合的非常的默契 慢慢的就可能就磨合好了 刚才应该有很多感受吧 那些 感觉挺好的 我问你是哪感觉好 是抓着手感觉好 还是摟着腰感觉好 抓着手摟着腰感觉更好 这就对了嘛 这个好像男嘉宾也比较满意 一号女嘉宾 是吧 我们做完这轮游戏呢 接下来要进入的有问必答环节 请看大题目 婚姻经历了 找的那个我的前夫是那个 家里很不般配 因为我前夫他家里是一个将军 我父亲是一个国企的一个就是领导 我们结婚的时候呢 我父母就不同意 就觉得我们就是说双方家里相差比较大 但是那个时候没有考虑那么多 年轻了 就是觉得两个人相爱就行 结婚以后感觉到就是说 家里边文化背景啊 家庭这个背景啊什么的 就觉得确实差异挺大 干这个工作呢 当时我前夫就不同意 我自己呢就是喜欢这个 我想也是改变改善一下自己家里的那个生活条件各方面的 那丈夫不支持您吗 他不支持 就是他对我就是冷嘲热讽 让我压力特别大 后来就是也是因为一些个其他的就是小摩擦吧 最后就爆发了就就分开了 离婚以后刚开始的时候我教过就是也是教过别人介绍什么的 但是呢对方没有孩子他理解不了我对孩子的这种感情 后来呢就是有时经常闹意见 我不能对不住孩子 对吧 大人已经不信了 不能让孩子承担这些 所以呢我就基本上就把全部的精力就放在工作和孩子的身上 一直到孩子吧 那个出国 就是性格呀 还有说就是对这个家庭啊各方面 我觉得挺有责任心的 他的这段婚姻经历您能接受吗 因为我跟他情况差不多应该能接受吧 我家孩子也是在国外 现在也在国外 在纽约 也是移民了吗 地卡马上就下来了 他应该是在那边发展 有那您是女儿还是儿子 女儿 那将来就是就可以半年在北京 撒月在纽约 撒月在澳洲 这也不错啊 那您是什么时候离异的呀先生 我是十几年了吧 脾气顶性吧 合不来 总用一句话就是说 就是说 我前妻应该说是比较强势吧 我可能呢 也缺少点包容心和耐心 这十几年就没有再碰到何事的啊 主要是考虑孩子这个角度 我俩离婚的 等于我家孩子 前十几年应该是都不知道 就是背着他 那怎么背着他呢 前几年呢 就是我们等于没分居 就是分室分开了 离婚不离家 对 后来就是我不在单位搞管理嘛 也有那便利条件 就是把那个卧室呢 就是等于 搬到单位去了 搬到单位去了 08年那可能就在 基本上就在单位住的多一点 现在知道了 我俩离异了 而且也同意 因为我上这个选择节目呢 其实我早关注这个选择节目 关注好几年了 前一段时间 我家姑娘回来探亲吧 就是我跟她这方面进行一下交流 她说爸 既然你跟我妈已经这样了 这么多年 我同意你 做出重新 就是新的选择 那您远在澳洲的儿子 知道您来选择吗 也知道 知道啊 我也跟她说 因为我这次来 我也是思想顾虑特别的多 但是后来她就跟我说 她说妈妈 她说你一定要争取一下 她说你肯定会找到一个好人的 她也支持 两位都是有远在海外的儿女支持着 今天才这么有信息来到现场 哎呦我倒是觉得现在网络特别的方便 真的如果二位今天能够牵手成功 这在纽约的女儿和您在澳洲的儿子通个话 两个这小辈也互相认识一下 多美好 挺有匹配度 对对 身高胖瘦什么的都挺大的 我的搭档 她刚才说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就是她原来谈过一段感情 但是由于对方那位男士呢 对孩子的态度可能她很犹豫 然后分手了 所以这位男士刚才形容一下 她跟女儿甚至是关注了选择节目这么多年 然后经过女儿的这样的支持 得到支持和同意以后 然后她才来上的 所以我觉得这位男士 她的这种状态更能理解你 作为一个母亲的一个心 所以我觉得两位匹配度特别好 好我们来看一下负点当中啊 先生请选择一项继续交流 则有要求 我则有要求就是首先人品要好 然后男方就是说大度一些啊 也有些事要斤斤计较 就是这些个 其他的我倒没有什么其他的 人品好宽容 先生您觉得自己是这样的男士吗 我认为人与儿还不做 人品不做 俩嫂子都使劲鼓掌啊 我认为人品 老婆嘛肯定不错 其实我没表达好 我整体的性格 我觉得我老师和这个 一号男嘉宾给你比较非常 他一定比较随和 女士所不能接受的不够宽容 能举个例子吗 比如什么事情 您觉得这些先生不够大度 假如我这个菜炒 炒得那个咸了淡了 是吧 或者是什么味道不好 什么的 挺好吃挺好吃 就这样 我就觉得下次再改进 都无所谓 对吧 先生您会挑吗 基本上就是他说的这种人 这个跟咸咸罐撒以后了 也都吃了 还得说好吃 你这脾气好吗 大嫂 你这小叔子脾气好吗 这是在我们家里 他们兄弟里头脾气秉性 最好的一个 我从来没见过他 跟我们任何人 就包括他现在对他 就是他的前妻的父母 然后姐姐 包括小辈 都对他认可 这点不用担心 这两个嫂子 看起来都挺不要 两个 先生呢 在之前的一段情感 您会觉得 前妻呢 可能他表达的时候 会显得强手 我们用这个词 也可能他更坚持自己的主见 那么在这位女士身上 我认为他可能 还会表现出这样的一种方式 可能他做不了小女人 他会表现出呢 偶尔的那种状态 刚才我们情敌模拟中 那样的一种状态是可能的 但是他骨子里面 一定是自己做主的人 马老师您说的太对了 所以我就要提示给先生 因为先生他前面提到了 说前一段婚姻 两个人分手 跟这个是有关系的 那要遇着 孩子和前妻 类似的差不多的话 又喜欢这个女士 那你就得要多样步 马老师说的非常中肯 但实际上马老师想告诉你 专家就是专家 对 但实际上他想告诉您的是 刚才为什么不选丛女士 没有任何报复的成长 马老师的这个 刚才跟您分析的这女士特点 刚才女士是拼拼点头 这样的性格 和您这样的性格在一起 是否合适 说到得偶要求了 您的要求又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人人品好 一个是有共同的爱好 就找一个就是 我欣赏他 他也欣赏我的 因为前一段不是特别幸福 后边这一段 我想的就是一直到老 真的成业好 找个您爱的 也找个爱您的 对 这个最重要 其他的都可以去包容 对 我们还有一位女士 要上场 其实这位女士身上 也有很多特点 和您是有匹配度的 第三轮 是否您还会把张丽丽女士 留在场上呢 您期待吗 期待 我们掌声有请 三号一嘉宾 您别介意啊 我主要是吹礼貌 哎呦 您这还缓小话呢 没事 接下来我们有请 豆秀兰女士 豆秀兰好 你好 豆女士 一分钟的时间 自我介绍 自我推荐环节 女嘉宾上场后 进行一分钟的自我推荐 在女嘉宾推荐过后 男嘉宾从场上的两位女士当中 选择一位留在场上 继续交流 而为被选择的女嘉宾 则回到观察室当中 等待下一位男嘉宾的登场 我叫豆秀兰 54岁今年 那个北京人 刚才听了先生讲 他那个很想去西藏 我也很喜欢理由 就是出去玩 如果有可能的话 我很愿意就是说 一起去西藏 我可以就是旁边能 最好有个人能照顾一项 这女士话不多 但是听出了表白的意味 在两位女士当中 您将选择谁留在场上 现在您需要场外求助吗 不用 不用啊 这次老师们建议也不用了 石老师酝酿半天了 你不听听啊 不用 石老师 对不起 没关系 要不您再给稍微拉拉票 不拉了 不拉票 对 一切由先生自己去定住 对 你想清楚了 你不拉他扣你工资 没事 想清楚了吗 清楚了 先生 两位女士当中 您将留下一位 在现场和您继续深入交流 而另一位将离开现场 请选择 那非常感谢邓女士啊 很短暂的介绍 我们去休息一下 期待和二号先生的碰面 好吗 女士离场后 作为她的爱情辅导员 施钢老师 也跟随邓女士 来到观察室当中 对她进行爱情辅导 现在从目前的这个情势来看 这个一号男嘉宾跟一号女士 两人脾气都确实挺高 所以我想咱们在这个场合 现在就留着力量 不还有一个男士呢 多说不易 还不如留点神秘感 等第二个男士再看 你的第一感觉 然后要是可以 我基本能观察到 我就会实力 我们俩打配合 你凭女性的细腻的感觉 去碰 去擦出火发来 我给你尽量给你打散 给你让她多说点信息出来 经过专家老师的辅导后 接下来和二号男嘉宾的碰面 她会如何表现呢 进入到第三轮了 我都替二位高兴 内心话其实非常打动人的 就是一方面我把面子 就是说她是讲究一个面子的人 第二一方面呢 就是女士的这个心理状态也不同 好多人可能会觉得 你看既然你跟我聊得好 你还见别人干嘛呀 谁也甭见了 咱俩就知道吧 我倒没有这种想法 但是对您来讲 您又表达出您内心的强大 就是我是一个足够自信的人 我相信哪怕今天就来五百人呢 那最后如果您选择 我就证明 我是正适合您的人 就是选择越多 最后定下来 那么就是心里 就是真正所属的就是她 您今天是我遇到的 就是我们用这种形式啊 真的是三位一直坚持下来的 谢谢 进行到第三轮了啊 先生依然选择的是张莉莉女士 那我们接下来要做一个匹配度测试 在最终选择之前 近乎了解一下对方 到底适不适合自己 来请看大屏幕 匹配度测试 大屏幕上会显示六个问题 双方根据所提的问题 回答并写在答题板上 请亮题板 谢谢 请看大屏幕上不一定 озvil扬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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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好难得 尤其这个年龄的 他跟现在年轻的还不太一样 那个时候一见面就递个烟 然后咱就开聊 又不抽烟又不喝酒 真的非常难得 还有一个先生不知道的环节 主持人也不知道 张女士是一个非常大度的人 我们三位和三位女嘉宾 在交流的过程中 张女士可能看选择 觉得我出镜率偏高 跟马老师 咱们俩一组吧 选马老师 因为那个选择 是马老师老上节目 所以我对马老师特别熟 自己可以同时选 那个两位就我们 同时选一份 二号女嘉宾呢 欣赏跟马老师一起合作 她可能知道我的语言风格 这样的话呢 张女士说 那好 那就您来吧 我和十一老师合作 您看这个环节 要说起来事不大 但是呢 就说明 她的那种包容度 一般我自己都吃点亏 无所谓 不是大姐 咱俩大道 您不吃亏吧 我是觉得 就是好多人会认为 自己开公司 或者自己当法人 或这样的女士 一定是个女强人 但是我觉得 真的是未必是这样 这个我们都特别讨厌 女强人 但是我们都喜欢 比较强 能力比较强的 这样的女士 因为强女人 跟女强人的区别 到底是什么呢 我觉得好多人分不清楚 像强女人 她比较自我 女强人 像我就是这样的 因为喜欢掺掩这个行业 可能我就希望 这部类有多苦多难 我都要抓下去 女强人 为什么不叫人喜欢 是因为好多 就是不单要管自己的事 还要强制的 把别人事全给管 那叫女强人 但是我觉得 能力强的女士 是分得清楚 哪些事情是我能管的 哪些事情 是我让她来做 会更好的 所以这叫能力比较强 另外我是想 您刚才说第二个问题的时候 每个月的花销 大致是分配是怎么样的 然后先生和您 都说了一个理由 后面您又说 买衣服啊 买化妆品 这个女人都能理解 但是您紧跟着来了一句 这部分我可以自己支付 但是我真的要 给您提个意见 有的时候 让我们的爱人 偶尔给我们买两件 不是您舒服 让对方心里面 感觉很舒服 这是觉得 我能为你做一些什么 我觉得这也是爱的表示 是吧 对 所以爱的表达当中 我们分为几种语言 其中有一种 爱的表达当中 有赠送礼物 不但他给你买 然后你还要给对方买 对才行 接下来我们将进入 先生 您在今天选择舞台上的 最终选择环节 两位请起立 经过三轮的了解 您也见过了三位女士 而最终站在舞台上的 依然是张莉莉女士 但是 是否您愿意牵起她的手 继续走接下来的路呢 二嫂 我觉得她自己的心 第一眼的看的感觉 我觉得特别对 所以她的选择 就是我们的选择 通过这个三位女士 都上场以后 我的兄弟一直目标 都在这位张女士这个身上 我觉得这态度 就比较明朗了 我觉得女士 她是蛮优秀的 现场她俩还都 可能印象得不错 但是线下了解的话 是什么 对 那也就不好说 就是现场 她能不能接花 我觉得接的可能 占多一半 我是觉得 仙少你 你不妨你再看一下 我们这位张女士 她的这个图片 你有没有觉得 有点眼熟 因为跟您的那张选择上面 您提供的图片 你的姿势完全一样 你有没有感觉到 对对对 我们看见 什么样的 哎呦 都是左手插腰 看向未来 所以先生 你们二位应该是没有商量过吧 如果真的说有缘分的话 我是觉得这真是很 很是缘分呀 都是左腿微微向前 左手插腰 眼光看向前方 大嫂二嫂 商量一下 随多少份子吧 先生 这花儿您今天是 现还是不现呢 这位女士确实很优秀 但是呢 毕竟接触的时间太短 知道不 我想就是放弃 放弃了 那你说俩聊得多好啊 怎么会 确实挺优秀的 但是我总觉得 就是全方位考虑 还差一点 还差一点感觉 可能刚开始的时候 也想不错 但随着这个深入 也许对方会有发现一些 什么不适合自己的地方 那我们也不去更多的 评论什么样的感觉 但相信今天的相处啊 我们也都看到了两位 非常优秀的先生 女士身上的闪光点 今天二位没有选择成功 但我相信你们的表现 会有更多的 电视机前的男女嘉宾 您欣赏喜欢 好不好 那非常感谢先生 今天来到我们现场啊 也感谢我们张女士 今天的精彩表现 感谢两位啊 我们搜索一下 谢谢 他确实各方面都比较优秀 但是 我总觉得就是从 演员和感觉上 好像还牵绝一点 你说确实在哪儿 说不上来 我觉得是不是有 他缠绝了 他会有没有 看着阿室 他不肯定 看着他 对 因为他就这么 看着他的 优优独播 被人家 因为他 这不愿意 本当得 感谢观看 我觉得不要结婚嘛 就是说两个人就水到渠成的事情 对对对 有了感情 感觉到可以再结婚 千万不要就是自己一面的 我这样不责责任 对 我也是这样感觉 这就对了 原来一号男士在下场后 一直觉得刚才的决定有点轻率 所以在两位嫂子的帮助下 再次找到一号女士 希望能够挽回这段姻缘 对对对 你们有机会 你们自己在私下的 在了解这些 你先给我打电话 因为我是女人 对 我是女人 让她的电话打给她 对对对 然后 接下来就打 在两家庆团的努力协调下 一号男士与一号女士互换了联系方式 将会在近期再做一次深入沟通 究竟结局如何 我们将继续关注 掌声认识一下二号男嘉宾 你好先生 二号男嘉宾 俊杰 五十六岁 天洁人 李毅 天洁和平区文化工干部 见识二号先生 我们要先从一张照片开始 来请看大屏幕 小虎顿 小虎顿 这个是什么时候的照片呀 八几年照的 这个我怎么觉得三个人都特别眼熟呢 这不就这边是黄渤吗 这是黄渤老师 对 他那天还没有现在那么 那时候还很平民化呢 还轻松的时候 对对对 还很苗小的时候 您是中间这位 对 我那天我当的艺术总监 给他们拍节目 演出在夜董会里头 那您跟黄渤老师非常熟悉吗 还行 后来就他成了名以后 我就不跟他联系了 因为咱们人家有大腕 是吧 以前都是朋友哥们 看不出来 他比较瘦 好像很少长脸嘛 黄渤老师 也就是说拍这张照片的时候 像黄渤老师这样的演员 当年还没有成名的时候 对 您是有很多接触的 我们在一起 那天我是艺术总监 他是演员 那您是他的领导 我就是管后面的舞台的 搞个培训 搞个策划 同时晚上搞一个节目单 拉下来 同时我也跟他们一块演出 所以当时这些演员们 他们是否能出来 或者在一场演出当中 是否重要 您是说了算的 围着我转 你都围着我转 都围着您转 那当然 我给他们拍的节目 要是假装 这个让他好演一会儿 他就前一点 或者考后一点 中长一点 都不一样 您说自己是艺术总监 对 是什么机构的艺术总监呢 其实那边我是从单位上完班以后 就是业余时间 大型的有些大型艺术会 有演出的艺术会要找我 聘请我去 因为我是干专业出身 给他们当一下 帮他们拍节目 搞一下辅导 晚上回来再给大伙拍节目 演出 就是营业性演出 他们属于营业性演出 艺术指导 艺术指导 所以这一生和舞台都没有离开过 差不多吧 最近的这些年不做 词官上瞅着挺好 感觉性格应该挺开朗 您是一直从事这个 演艺方面的工作吗 对 我是 77年我就当兵了 百本公团 就是一个专业团体吧 是表演的还是说 我是唱歌的 您是歌唱演员 不是 加上 那在舞台上也唱了很多年是吗 应该是这样 没有机遇 没出大名 因为那天有伯母思古 我们就在一圈 在贴近的时候 那应该是唱得非常好 这本行 我还能多年了干 就比较扎实吧 就如果有演出的话 你提前告诉我 马上就准备一个礼拜可以上 体育馆演出 没问题 现在还演出吗 偶尔的 别人邀请了 什么搞一个联谊会啊 大伙的 和尚家们在一块 都是天津人 搞一个 您曾经过的最大型的演出 最大型演出就是 90年那是参加亚运会 亚运会是有一个国家铁委跟文化部搞的 目间一眼都是全国那些歌唱家 都是大腕们 哇 有谁啊当时 在座的可能能知道的 就能认识的就是侯宝林先生 郭兰英 李默然 永本昌 好多还张鲍墨 很多太多了 您当时是和这些艺术家们同台演出 对 反正您的艺术水准应该也是很高了 那时就稍微年轻一点吧 这次必须先欣赏一下 唱一首早期的文雷托作品 先考课 也算当高音了啊 就是挺好呗 这恨那才主要把他买掉 去今后 无难再等着 好 谢谢 谢谢 这专业是有专业的哈 其实我觉得二号先生啊 是非常内敛韩剧的一位先生 因为之前呢 编导在跟我说起您啊 你说这位先生其实有很多的这个成绩 有很多的艺术上的修为 也参加过很多大型的演出活动 甚至还收到了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这个是我当兵的时候 在布林文工团的时候 那个邓小平呢 改革开放刚出来 把他请出来 当时那个时期是华国锋主席 在人民大会堂嘛 我做的头一排 头一排做应该是非常优秀的演员 还行吧 我在团里的事主要演员 你收到了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但这个就是当时照片是吗 对对对 您在哪里呢 这我 这边 这是我 看一下啊 对对对 这是我 这是您 对我 然后往前边这是领导人 对对对 哇这照片非常的珍贵 我昨天起办 这起办都粘上了 没法弄 要不就今天抱过来了 其实唱歌已经很多年不唱了 主要是在从事这个幕后的工作是吗 工艺吧 有时候给人帮忙人家指点指点 有时候都是 都是没有报酬的 都是这么工作 因为我一个人有时也没有什么事 那现在主要都在做些什么 我从去年十月份开始啊 我对花赶点兴趣 因为去年十月份以前我的鱼死了 都死了 我就扔 我连钢都扔了 我都喜欢花了 买了 可以统计买了二百多盆花 二百多盆花了 我现在家里还有将近一百盆 就是过完冻以后 就不一定头一年嘛 你看这花好看就拿来了 实际有时候它木本的跟草本不太一样 它过完冻以后就死了 咱不知道 反正过了个冬死了一百多盆 对 我就是死了就买 死了就买 反正有些花明朵 给它叫上来 二百多盆花这放得下吗 放不下也得放下 好几层 这立体词 我没事 我没事在家有时弹散钢琴 旁边给花弹钢琴 自己就开心 给花弹钢琴 因为一个人 一看也不是那种 就是说事特别多的人 挺开朗 挺少拍的 这样的人好接触 一位一直在舞台上活跃的先生 今天来到了 我们选择这个舞台 这是我最后一战 最后一战 不对 我觉得应该是您新的一战 开始您人生 新的征程 是是是 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下 丛女士 在这个舞台上 你们相遇 不知道是否会擦出火花 行 来我们掌声有请 丛村梅女士 你好 谢谢大家 谢谢 丛村梅 52岁 离异 河北秦豪岛人 职业 个体餐饮经营 对俊先生的第一印象 你一样 个唱我挺好 三道车 这个事我也挺喜欢的 你挺喜欢的 是 那我们互动一下 来了解一下彼此 好吧 我们现在要进行的是 一个比划 一个猜 猜词游戏 那么通过猜词游戏 二位来了解一下彼此 在四类当中 明星类 生活类 动物类 和日常食品类 你们选择哪一类呢 我听得 你居然说 日常食品 好来请看大屏幕 就是平时 干什么东西 吃的 凉菜 对凉菜 完了 沙拉 对 不对 还少一个 三个点 三个点 沙拉椒 对 对 都在马路边上 有个大桶 是吧 这不就 回来就卖了 把这东西拿回来 这是烧饼 烧饼 烧饼 不是三个字的 你表达好了 把路边 把桶 把桶还得撕 你来吃 是烤地瓜 鞋饼 就是 红薯 烤红薯 哎 OK 你看我帮你 就早晨吃早点 喝姜子 喝豆腐脑的 最后来那个 包完皮 啊 那个糖酸 哈哈 啊不啊 那个茶蛋吧 还快 一个字 茶叶蛋 哈哈哈哈 这一般很少说 茶茶叶蛋 哦 在饭馆经常 嗯 吃这个 特别辣的 大伙爱吃的一种 有点 水手鱼 可以 好 最后一题 请看 在这 水果 系列的 两个字 挺臭的 一吃 包皮挺臭的 我知道那个 那个外边 那皮是刺的 对对对对 那个叫什么来的 刺头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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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看您就不喜欢吃 啊 是 我一次都没吃过 嗯 里边是黄色的 一半把都发出来的 外边是脆的 是什么 是什么呢 那个叫什么呢 时间有限啊 五 四 三 不是芒果 二 一 榴莲 榴莲 我说时间到了 才出来 这算吗 薛老师 怎么不算 这个跟表达 特别有关系 你要表达的 才准确 你就容易猜出来 你知道吧 错得要接受惩罚 刚才那个 举压板 先生没有看到啊 没有 一直看到了 是吧 你们错了两个 要走两圈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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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归重来 肯定不好去 半归重来 那为了吗 你别急啊 别急 来来来 别急 不是 撤子你撤子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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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声赢一下啊 不用念 就没点这个舞台经验 什么舞蹈的攻击 这个柔韧性长一点 还真过不去了 不好弄哈 有点意思 但是你看 施老师 施老师 不一下子过去 我我我我 你让 过 走 哈哈哈 过去了 哈哈哈 还是回来呢 咔咔咔 走 哈哈哈 走 来 先生你不能太快 我都没看清 因为不能越界 到另外那一半 不能越界 明白明白 你太快了 走 慢慢来 来 走 哈哈哈 哎呀 我都骑不得了 这可以啊 先生这属于使的是 舞蹈攻击加蛮力 走 我过了 别过了 哎女士 刚才那个就是 您过去那一瞬间 您什么感觉啊 挺好玩的 挺好玩的 你感觉像他这个 嗯就把你扔过去了 我平时也喜欢玩这个 哦 所以刚才那个他一撸 把你扔过去 觉得这过程还挺有意思的 结论吧 哈哈哈哈 两个人 彼此非常熟悉 而且他相对能好一点 像这样呢 可能是 配合的 对 对对 刚才这个环节啊 我觉得能看出来两位 很多个性方面的这个特点 这个丛女士心里也有一定的感触 对吧 接下来呢 我们将通过有份必达环节啊 来深入了解一下对方的情况 请看大屏幕 先生 从我们的主点和负点当中 请各选择一项 来对丛女士提问 婚姻一律吧 我是87年结婚 婚后呢 一直就是自己做 呃 做生意 99年啊 来青黄岛 呃 做餐饮这一块 一直做到 去年 您因为生意吗 呃 我们夫妻两地生活 他一直没来和您在青黄岛一起生活吗 比如说前夫吧 他是公安局的吧 呃 不过也比较忙 我在这做生意 两年到三年那个 那个之间 想把他的工作调着来了 但是某种原因都没有调过来 后期以后 呃 因为两个人的意见 不能达成一致 他让我回去 我又 因为世界做得比较稳定 又不舍弃 不想回去 呃 让他调到这边工作呢 又 嗯 调不来 所以这样我们 最后两个人意见不同意 就和平分开了 您是哪年离婚的呀 呃 04年 有 那很长一段时间了 是啊 那一直是在秦桑岛 还是现在已经来北京了 我应该说在秦桑岛的时间多 后期在北京一段时间 因为是我直着在这块 搞个投资公司 协助他 好 哦 等于也在北京这边做一些生意 啊啊啊啊啊 是 等于现在常驻北京 是吧 近期又回秦桑岛了 哦哦 先生的婚姻经历呢 啊我啊 嗯 我在说嘛 嗯 不一定在说 您不想说呀 不是这个 说完以后 我怕这个大伙掉眼泪 是吗 挺苦的 我是被伤害的 哪一年的事啊 那是2001年 发生了什么事呢 人没了 孩子也没了 您说他没了是 带孩子走了 给您 您总是把我所有的钱都拿走了 这是八年以后 我才知道 他这个跟我登记的介绍信 身份证 全是假的 您当时怎么认识的呢 这个是我自己认识的 所以有一次 我在我们单位的传达室里 看见他 推个自行车 长得挺 它长辫挺漂亮的 我就问我们这个单位的人 我说这个是我们单位的人 因为我不认识 嗯 所以他说这是咱们三产 就是我们那种房子租出去 人在这卖一个音像测带 他是会计 他说这人结婚了吗 他说没结婚 那我说您收累 各一个收累给帮忙 看能不能见面 那就算是您对他一见钟情 我感觉还不错 后来我就通过朋友给搭桥吧 就是我在宾馆里 听一下搞演出嘛 他就看我演出 就这么他给我送了一束花 开始认识 结婚的时候了解他吗 我跟他交朋友的时候 他说他从小过季 他可以大也是天津人 他是上海人 四岁过来的 我们交朋友的时候 他的大爷病重 我们正好刚开始交 没多长时间 他大爷死了 死了以后呢 他跟他大娘不合跟我讲 他不合 他就出来了 跟我在一起住 因为他还没结婚了 所以我他们家人 我谁也没见过 所以我这婚姻挺离奇的 所以跟你这么说 就是他的长辈 你都没见过 没见过 因为他说了 跟他大娘不合 就是他那母亲 那你们结婚的时候 就等于女方没人 一个人 生孩子也一个人 你也没见过 他不让我见过 还见吗 那他的亲朋好友都没有吗 有 他没让我见 那年咱就 起码咱就有点文化 就是感觉 人 你说不让我见 那我再想 见过 不合适吧 这个有点不可思议 好像 那不是过这些年 就是一个人就不了解 什么时候出问题了 你们 2000年走了 在海走了 杠我去上海了 实际我们家亲戚打电话杠 我在吉利大厦 在天津看见他 有一个男的带孩子 跟他在一块 人家电话杠我 我开车就给他找着了 碰上 我说你干啥 你们骗我 你说得上海待着了 他肯定就没有面子 这一下他就特地崩碎了 那马上就掉下来哭了 我分音他是肯定有 想好的 可是我故意弄他 做出分音状况 这人的本质没法看 表面上看不出来 是不是 对 就是相互接触了解 对 你相互接触了解 他就在一起过这些年 孩子 有关系 有关系 我们学校 一款 人家 不是 因为 舒服 逼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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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决能解决的 放下我们解决不了的 我都办完手续了 我找法院都办完 判完了 缺席判 缺席判 其实我觉得先生真的 这是最痛苦的状态 你还不如说清楚 怎么了咱俩分手 而八年的时间去猜 承受这种 真的是无法想象的一个答案 但我觉得 就像史玉老师说的 事情已经是这样 我们找不到答案 那我们就不要答案了 不要 我们开始新的生活 寻找新的人生的意义 我觉得这个对您是最重要的 这是 对 没错 来 接下来我们面对一下现实的生活 对面这个从女士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士 您也了解一下 接下来从负点上请选择一项 现代生活状况 我现在就属于像退休状态吧 算是 女儿已经结婚 不牵扯我太多 我剩下的就是喜欢出去旅游 健身 游泳 每天都健身吗 每天都健身 我是喜欢养生 调剂生活 搞饮食 这个那自己挺会做饭的 是吗 健康食肚 做饭可以这么说 没有难住我的菜 喜欢做 先生喜欢吃吗 还行 我什么都吃 因为我一个人生活 我下了十几年饭馆 我觉得都一个人做饭没有意义 那接下来我们下一位女士即将上场 您将从两位女士当中选择一位 留在场上和您继续交流 好 那我们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女士 邓秀兰 邓女士 一分钟自我介绍 这是先生留下您的很关键的一分钟 那个年龄五十四 然后那个北京人 现在是那个就是属于退休状态了 已经退休了 生活中我是一个性格开朗 待人热情 心底善良 比较会关心体贴人吧 还有就是能上得清堂 下得出房 那么接下来的环节呢 您将从女士和邓女士当中选择一位 您认为更适合自己的 留在场上和您继续交流 而另外一位将离开现场 您是自己已经想好了选择谁继续交流 还是希望两位老师给您一些建议和更多的信息 建议一下吧 建议一下 我肯定觉得邓女士合适啊 大伙看漂亮不 年轻不 我当时一看我以为她是我妹妹 后来一问以后觉得是个解决 年轻漂亮就可以了 那我们从女士也很年轻漂亮啊 是吧 王老师 我不从年轻漂亮来说 关键是生活态度 但是对于先而言啊 这多少年都是吃食堂 之后呢外边出去吃 特别想过家庭生活 然后邓女士这个厨艺怎么样 我不清楚 但是从女士的厨艺 那杠杠的 因为人家之前啊 就开了十多年的餐馆 所以方面面全能达理得非常到位 这是看您考虑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说咱过去出去吃 现在咱不出去 在家照样能吃到 比餐馆更高档的这种饮食 是 王老师一说就露窃了 据我了解 开餐馆的人最不喜欢做饭了 油烟都闻够了 希望别人做的给吃了 而且我觉得这个 一上场就是逗女婿 一看就属于贤妻两母亲的 然后呢也退休了 也没有什么具体的工作要做 那照顾您肯定没问题 所以两位女士我觉得各有优点 至于选择哪位和您继续交流 你要想清楚了 您就走到这位女士对面 握着她的手 把她留下来 而另外一位女士将离开现场 来 现场请选择 下期节目中 豆秀兰女士的表白 是否能够打动先生 改变一战到底的局面 你要想清楚了 您就走到这位女士对面 握着她的手 把她留下来 往期人气嘉宾 重返选择舞台 这次的勇敢表白 是否能够寻得真爱 哎呀 咱俩相处这么长时间了 这么好的海边 分享推着 结婚吧 咱们 这么多好啊 她的到来 是否能够扭转局面 先生 没想到吧 没想到 接下来上场的这位女士 你们之前有过一面之圆 掌声有鼓 一切精彩 我一见如不我那一套